WTT中国大满观赛 昨天决出了混双四强 国拼共占据了其中的三个席位 薛飞前天13比2 艰难击败了相鹏斜杠刘伟山 比赛前半程 相鹏斜杠刘伟山完全占据了场上主动 很快以11比4和11比5连下两成 第三局开始薛冠军 薛飞前天一逐渐打出了自己的特点 比赛的天平也逐渐倾斜 最终他们连班三局拿下了最终胜利 从0比2落后到3比2翻盘 薛飞和前天一总结是说 感觉我俩当时还是有点乱 有点各打各的感觉 进入状态也稍微慢了 后面首先是没有放弃 想办法往回咬 再一个因为前面比赛回合不是很多 总是前一两板就出现无谓失误 所以把战术简化了一些 尽量打到相持 让球在自己的手上多停留一会儿 另外三场对决 林诗栋 宽曼和林高远 王毅迪 兵不血刃 分别以3比0 淘汰了罗马尼亚组合 约内斯库 斯佐科斯 跨国组合冯耀恩 斜杠陈思雨 袁立岑 石巡遥 则在2比1领先的局面下 被瑞典组合 卡尔松斜杠 卡尔伯格翻盘 尤其是最后两局 都是纠缠到十平后才落败 非常遗憾地倒在了四强之外 接下来的半决赛 薛飞斜杠前天一将对 震灵高远 王毅迪 林诗栋 斜杠 宽曼泽 迎战 卡尔松斜杠 卡尔伯格 女双 男双 孙颖沙 王毅迪横扫晋级 王楚清 梁静昆胜 跨国组合 女双比赛 孙颖沙 王毅迪3比0 击败了 罗马尼亚组合 萨玛拉 德拉戈曼 赛后孙颖沙表示 我和王毅迪 有一段时间没有配过了 但是我们俩非常熟悉 一起搭档 还是挺开心的 这场比赛 我俩的沟通交流 还是特别顺畅的 谈到比赛发挥 孙颖沙认 胃海是比较正常的 我和罗马尼亚 这队组合 是第一次交手 王毅迪之前打过 所以赛前 也有一些沟通和交流 我觉得能赢下来 还是非常好的 接下来的四分之一决赛 孙颖沙 王毅迪 将对阵跨协会组合 杜凯琴 中国香港 刘扬子 澳大利亚 前天一 陈信彤 也以3比0 战胜了日本组合 沐远美优 张本美和 第一局 双方纠缠到 14点14分后 前天一 陈信彤 才抓住机会胜出 这局过后 两个人越战越勇 又以两个11比6 终结了比赛 陈信彤赛后说 对手确实比较强 他们之前 也战胜过中国选手 所以 我俩首先从心态上 是主动去拼他们 然后技战术上更多的 是做好 我们自己就可以了 另外两场对决 纵戈曼 谭宇轩 3比1 击败了队友 王曼玉 凯曼 陈毅徐毅 则在2比0 领先被追平后 决胜局立刻 中国香港组合 朱成竹 吴永龄 南双 王楚清 斜杠梁敬昆 战胜了跨国组合 洛伦佐萨林 这场比赛 他们基本上 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 干脆立落地 以3比0胜出 赛后王楚清说 我觉得目前还在一个磨合的阶段 可能对手实力并没有那么强 所以还是希望 我俩能在场上找到一个好的感觉 在一些球上去做一些尝试 总体来说 打得还是挺正常的 自己单打也输了 会给自己的技术发挥造成一些影响 但是还是一场一场去打吧 重新去找比赛状态吧 梁敬昆补充说 经历了今天这场比赛 相信我俩明天的发挥会更好一些 其他方面 袁立岑向鹏 3比2战胜了队友周启豪 陈远宇 徐英斌 黄有正3比0 胜韩国搭档林中勋斜杠安仔贤 林高远林诗栋3比1 击败了中国台北组合高成瑞 斜杠黄艳成 10月2日国平成绩 南单16分之1决赛 马龙3比1曾被勋 8 6-6 10 林高远3比2陈远宇 6-13 9-9 6 梁敬昆3比0 萨林 澳大利亚 5 6 2 周启豪3比2 恰洛夫 德国 9-10 5 13 4 徐英斌0比3 达科 斯洛维尼亚 8-4 -7 女单16分之1决赛 谭宇轩3比0 黄一化 中国台北 6 8 1 陈毅3比2长期美右 日本 8-4 5 9 7 何卓家3比0层间 新加坡 1 1 4 陈信彤3比0度凯琴 中国香港 3 4 2 王曼玉3比0温特 德国 6 2 8 纵哥曼3比0丹小娜 德国 7 6 7 混双四分之一决赛 薛飞斜杠前天 13比2向鹏斜杠刘伟山 4 -5 7 4 3 林施洞宽曼3比0约内斯库斜杠斯佐科斯 罗马尼亚 8 5 4 林高远 王毅迪3比0冯耀恩 新加坡斜杠陈思雨 中国台北 5 5 3 袁立岑石巡摇2比3卡尔松斜杠卡尔伯格 瑞典 5 -8 5 -10 -12 女双1分之1决赛 孙颖沙 王毅迪3比0萨玛拉 德拉格曼 罗马尼亚 6 9 5 前天一 陈信彤3比0沐原美优张本美和 14 6 6 纵哥漫谈宇轩3比1王曼玉斜杠宽曼 6 -9 7 8 陈毅 徐毅3比2珠成竹斜杠吴永林 中国香港 5 10 -4 -7 3 南双1分之1决赛 徐英斌 黄友正3比00中勋斜杠安仔贤 韩国 退赛 袁立岑向彭3比2周起豪 斜杠陈远宇 6 -5 6 8 王楚清 梁敬坤3比0洛伦佐 阿根廷 斜杠萨林 澳大利亚 6 7 9 林高远林诗洞3比1高成瑞斜杠黄雁城 中国台北 14 9 -8 6 10月3日赛程 南叹1分之1决赛 11点35分林德 丹麦 VS高成瑞 中国台北 12点10分张本志和 日本 VS莫雷高德 瑞典 12点45分卡尔德拉诺 巴西 VS达科 斯洛维尼亚 13点20分林诗洞 VS卡尔伯格 瑞典 18点35分向彭VS菲利克斯 法国 19点10分梁敬坤VS周起豪 19点45分 马龙VS李尚珠 韩国 20点20分林高远VS格罗特 丹麦 丹麦 女单8分之1决赛 11点35分孙颖沙 VS刘伟山 12点10分徐校园 韩国 VS高桥布鲁纳 巴西 12点45分范思琦 VS森英首 日本 13点20分 陈信彤 VS陈毅 18点35分合作家 VS宋戈曼 19点10分伊藤美城 日本 VS金纳英 韩国 19点45分 王晓彤VS正宜静 中国台北 20点20分 王曼玉 VS谭宇轩 男双4分之1决赛 11点 袁立岑 斜杠相鹏 VS徐英 丁黄有正 11点 埃利克斯 菲利克斯 法国 VS护上损斧 小种大灯 日本 12点45分 王楚清 梁静坤 VS塔卡 马纳什 印度 18点0 高远 林诗洞 VS加多斯 斜杠哈贝松 奥地利 女双4分之1决赛 11点 陈毅 徐毅 VS帕瓦德 法国 斜杠迪亚兹 波多黎各 11点35分 陈杏同前天 EVS长期美右 日本 金纳英 韩国 12点10分 谭宇轩 斜杠纵戈曼 VS正一镜 李玉尊 中国台北 18点 孙颖沙 王毅迪 VS杜凯琴 中国香港 刘洋子 澳大利亚 混双半决赛 13点55分 林高远 王毅迪 VS薛飞 前天一 20点55分 林诗栋 斜杠 凯曼 VS 卡尔松 斜杠 卡尔伯格 瑞典 被日本称为天才的少女小将 张本美和所有比赛惨败国拼 这一场犹如他哥哥 奥运会颗利无 收利史重演了 一轮游的收拾东西回家了 张本美和三项0-3 被国拼打崩溃了 这次赛事 张本美和报名了 女单 混双和女双三个项目 结果 三项全都莫能走远 都是一轮游 张本美和的哥哥说过 只要是遇上中国运动员就不好打 不管是谁都不好打 能在前三轮不遇上中国球员 已经是万幸 但张本美和运气很不好 遇上的都是国拼 女单三十二分之一赛 遇上国拼选手合卓家 结果张本美和直接是0-3 被世界排名71的合卓家给横扫了 止步32强 日本头号种子就这样被一轮游了 张本美和在最后两局 直接被合卓家打崩溃 中间暂停的时候都要哭了 合卓家简直是杀疯了 不管是旋转 力道 发球都压制着他 把他打得服服帖帖 输球之后的张本美和边收拾行李边哭 教练父亲站在旁边一脸无奈 原本以为女单没了 还有女双 毕竟张本美和的实力还是在那的 世界排名第七也不是速的 结果没想到 在女双八分之一决赛遇到了陈信彤前天一 陈信彤斜杠前天一组合发挥非常出色 他们直落三局以3-0 战胜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沐原美忧 强势晋级八强 张本美和又是被国拼打了个0-3 WTT中国大满贯混双八强赛 国拼组合林诗洞斜杠怀曼 以3-0的比分淘汰了松岛辉空张本美和 只布16强 在这场比赛中 第一局张本美和松岛辉空 曾以10-70先林诗洞斜杠怀曼 并拥有三个局点 最终都被国拼逆转 有中好强的无力感 看松岛空辉那样子 不愿意跟小张本配双打 两人全程板着脸 完全没交流 赶快输了好休息 美和 质疑哥哥 理解哥哥 成为哥哥这下子最头疼的 应该是教练爸爸吧 两个孩子都爱哭了 都打不过国拼 张本美和 别说了 要不我又要哭 也有网友表示 张本美和才16岁 就世界排名第7啊 很恐怖 只是每次遇上国拼差点运气 张本美和 可不要提前退役 王男女儿还 莫打他11比0呢 被孙颖杀打哭 被何卓嘉打哭 三向0-3 直接被打害怕 崩溃了好还是哭 张本美和可没有 服务爱的好命 哭了有人哄至此 张本美和在女单 混双 女双三个项目中 全军覆没 而且连续三次0-3 惨败输给国拼选手 完全不是对手 想挑战中国队 只能等下次比赛了 这会儿不得不说 刘国梁主席的那句 国拼最不缺的 就是冠军的含金量 有多重了 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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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冠冠� Veg Paul